大家好,我是Lillian 今天Lillian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又清淡的青草获笋油麦菜 这道菜是从天然无公害的一道青菜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,赶紧开始吧 第一步当然是到菜园里面栽获笋和油麦菜了 我家的油麦菜已经采收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它这个根已经长了很长很细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只连根拔起 然后呢就把这个获笋和油麦菜一起采摘回来哈 第二步是把嫩的好的油菜叶摘下来 其他的老的这个菜叶呢就可以丢掉或者拿来喂鸡 接下来当然是把这个获笋的皮去掉了 因为这个皮呢是有一点点苦味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皮去掉哈 第三步是把油菜叶和获笋清洗干净 然后把这个获笋切成薄片 第四步是把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和盐 然后倒入切好的获笋片翻炒几分钟 第五步是加入油麦菜继续翻炒一两分钟之后 加入酱油再翻炒两三分钟即可出锅啦 因为油麦菜的叶子呢是比较容易熟的 所以我们是在后面才放进去翻炒哈 纯天然有记得炒获笋油麦菜就做好了 这个油麦菜呢是非常的香 而且这个获笋是非常清脆好吃 有一点点甜甜的这个味道在里面哈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留言评论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